歡迎收看 那在上一集 我們這裡 出現了許多水果 正當我 愁眉之際 一位熱心的村民 告訴我這件事 我們的運河上 有著一艘船 但 那裡才住著水果 而且是 很多水果 他向我 提出了這個建議 用炸藥把他們的船 炸毀 我心想如果這樣 就能解決掉水果 那 我願意使用炸彈 就算是自己被 就算自己被炸到犧牲了 我要保護所有 人民的安全 可是 就是 我們的運河上 總共大約 三艘船 我們完全無法得知 到底哪一艘船 是在這水鬼的 所以呢 我們 今天就是要 我們今天 就是要去 水鬼的巢穴 但那個巢穴 並不是指他們住的巢穴 而是指 船上的巢穴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可以先點個喜歡 按讚 開始了 go go 聽那個 熱心的村民 他說是在 某一艘船 上面 我是不清楚是哪一艘船 對 我太清楚是哪一艘船 所以我們就等 晚上吧 哦 晚上了 不過還是沒有任何 咬水鬼的感覺 不對不對 我在這附近聽到一個聲音 但感覺那個聲音 並不重要 OK 我們成功鎖定目標 就是那艘船 我們決定 先在周圍放著炸彈 然後如果水鬼人跑出來以後 我們必須要用火棒的燒死 或者是把他砍死 但是重點是 我要如何靠近 這也是個問題 羊頭們 為了要讓我跳過去 那個商人一起跳了過去 但他們都跑進了水裡 我心強 我好詳心 有沒有看到 裡面全都是水鬼 我們要務必的當心 水鬼 這個好惹的 我預計 先將水鬼也出來 再放這水鬼也出來 一扯 哈 哈 哈 掉 接下來 我要認真放過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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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都炸了 - 全部都炸了 好痛 這下是靈寶就像這樣 哇 鐵絕了 有些好看 等一下 鐵絕了 你不要吃了 這到這裡還有 他媽的 好痛 這實在是我們生生不可 買出來的場 蛋 為了消滅水鬼 我再所不惜 先把這裡燒掉 然後讓炸到隱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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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 要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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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了 很好 只剩下一點點殘骸了 鐵絕了 鐵絕 你的犧牲 是值得的 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你的一世一年 我亂 永遠不會忘記的 把水鬼的巢穴掉 一亮來說 不對 為什麼這裡還有水鬼 照理來說 水鬼不是都被騎過來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還活著 難道是 這個地方 難道是這殺手板 根本不是什麼 水鬼的潮水 我再去問哪個車門 我要他說清楚講你一半 車門 聽聽我說 那些水鬼 說得算 說出他們的基地 你為什麼還在水 我們滾摩 那些水鬼都還在水裡 怎麼辦法按摩 那已經沒有斷水了 看來我們只有 我們只能在這裡等死 等到我們前面耗盡 鐵巨人都不夠用了 我們只能 死在這個 不會有人來的事件嗎 没错 我们努力了那么久 我们牺牲了一只铁巨人 我们损坏了我们做了多年的损 结果 看来只是一场梦而已 我们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能顾 其实可有个计划 什么计划 确实 我们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巢穴 倒败他们 好像有道理 可是他们的巢穴在哪里呢 这个就不得知了 我只知道他们的巢穴也在运河一毫左右 但是到底我也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看来这个方法 也行不通 对对不起 我只能给你这个意见 没关系 有 有可能的话 不是0%就好了 谢谢你村民 那么 可是 该怎么办呢村民 根据我的判断 那些水鬼被烧了大概有100只左右 看到他们水鬼到今100只都死亡的情况下 他们的脑袋不可能会被 他们为了一块 猴子拍一些更强大的贵力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好了 那这集就结束了 我们竟然发现 水鬼坐的船 并不是他们的巢穴 究竟他们的巢穴在哪里呢 我们